有听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叫做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节节 在flow上 这什么 最新医学研究成果 不就是因为好像很少有人没情绪 那压抑多了不就有节节了吗 我们经常说 我的情绪是否要压抑 我不要压抑情绪 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算是有个对境的 就其他人 是其他人引起了你内心的一个情绪 我们从这个角度想想看说 比如说今天 我给你个笑点 你特别高兴 别人有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说话 别人没有热情的回应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他什么意思 他对我有意见吗 你的人生就不是你做主的 你就像一个皮影 像一个风筝 被人牵着牵走 那我们再看看 大家经常在刷这个甄嬛传吗 我们看看大女主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到最后一集的 不都是情绪稳定的人吗 那你看华飞 那家伙绝对不压抑情绪 跟谁都干 活到几集 你说你上来 我不压抑情绪 我痛快了 咱就说你能活到几集 不就最主要是这个问题吗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并不是说只让你一味的压抑 而是说你怎么去疏解 和怎么去消化这些东西 我的建议是 当你有了情绪的时候 你尽量先觉知到自己有了情绪 然后去分析一下 什么事情让你起了情绪 再然后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你只顾着说 我不压抑情绪 我要发现你就会制造出另一个问题 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没必要 当然如果你一意股情 非要这么做 只图一时爽 OK 你的人生你做主 你刷的所有的人生路上的信用卡 只能你自己人生在还债 是当时的愤怒痛苦委屈没有了 你留下的可能是 另一个东西 懊恼 后悔 霍金斯能量表 它各种能量的分数和等级 愧疚和羞愧 是最低等级 所以呢 成熟的成年人和将要成熟的大人们 权衡一下 不权衡也没关系 冲吧 你的人生你做主